第347章,谁露头谁死。亲爱的,我感觉韩谦这个人还是挺好的,就是太轻浮了一些,不对,也不是轻浮,就是给人一种性情大于理智。妙妙开着车,皱着小鼻子,轻声地做着决断,一旁开着窗抽烟的魏天成呵呵笑道。 呵,所有人对她的恐惧,就是她这个性格,怕的也是这种不为大局考虑,容易冲动的性子,她就是个炸弹,火药碾就摆在大家伙面前,谁也不敢点,你呀,别看人家和你开玩笑,就当人家是好人,单纯。 哼哼哼,妙妙皱着鼻子,面带几分不分,更多的还是撒娇,魏天澄清声叹了口气。 我没想到的是把寂静喊过来,竟然让她的反应会这么大,管她呢,你陪我去林梦德的生日晚宴。 不去,我又不是你的正牌夫人,自找麻烦,你去晚宴我就去找帅哥咯。 我给你物色几个,讨厌。 GL8的车中,刘光明半躺在副驾驶,刷着手机轻声道。 一会你让人把含钱的衣服准备了,不用太贵,不用刻意去选择牌子,但也不能太便宜了。 按照他说的,舒服的就好了。 好,我知道了,不用想着耍小聪明,现在韩绍事情很多,没功夫搭理你上位的事情,你比不了韩绍身边的纪姑娘,也比不了魏天澄身边的妙妙,安心做一个花瓶就好了。 你想做花盆我也成全你。 女人认真开车,她已经跟在刘光明身边五年的事情了,她对她一直是这种态度,唯一的改变是每个月给的钱变成了六位数,刘光明很大方。 当然在众多情妇中,她的表现是最好的。 在她的眼里,刘光明不是情妇,更像是皇帝,她的话是圣旨,能让她享受荣华富贵,也能让她一无所有。 马沙拉蒂,含钱双手握着方向盘,踩下油门追上了前面的GL8,打开车窗对着刘光明喊道。 刘哥,你们先去,我带季竞买几件衣服去,顺便我也看看衣服,去哪吃给我发个位置就好了,很快。 躺在副驾驶的刘光明,抬起手做了一个OK的手势,轻声感叹。 可惜,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 含钱不知道刘光明这里的事情,哄着油门车子瞬间提成到80,呼啸前往中央大街,不易之才应该快点用掉。 一路上,含钱还不知道她的举动引来了诸多的谩骂。 可惜,车子里的音乐声音很大,季竞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柔软的腰肢,含钱戴着墨镜。 郡南美女豪车。 在老百货下了车,含钱摘下墨镜,看着这个势力消费最高的商场,深吸了一口气对季竞身出手,沉声道。 做好准备了没?这钱不花完是不会出来的。 季竞挽住了含钱的胳膊,略带几分撒娇的意思,笑道。 已经想好买哪些东西了? 冲啊。 两个人像个幼稚的傻子冲进了百货,季竞拉着含钱去珠宝区,说要给含钱买个手镯。 含钱则是要拉着季竞去买包,季竞第一次选择了反抗,含钱很意外,然后欣然决定去买手镯,但是最多五千,多了不花。 季竞看中了一枚戒指,价格四千多一点,季竞示意店员把戒指拿出来,然后戴在了含钱的手指上,用手掌拍了拍,随后认真道。 你戴这个打架时候,他们肯定疼,要不买这个? 店员微微一愣,买戒指是为了打人的时候疼。 含钱无奈地叹了口气,摘下戒指递给店员,然后指了指柜台里面那个小紧箍咒一样的手镯,黄金镶嵌着碎钻,很精致。 拿在手里看了一会,随后抓住寂静的手把手镯戴在了他的手腕处,下一秒,含钱握住寂静戴着手镯的手转身就走。 叫钱去,然后去买包,大爷消费,大爷说的算,大侄子,叫啥都没用了。 果断叫钱走人,辗转下一个目的地,在一个含钱不认识牌子的女装店,寂静进去换了一条简单的牛仔裤。 出来的时候,寂静连忙站起身把寂静推回了更衣间,已经歪着头疑惑道,大侄子你干嘛呀? 寂静推着寂静,低声不满道,这什么玩意呀? 这是裤子还是衬裤? 要是夏天的话,内裤痕都看到了,不行,你再换一套。 哦,寂静倒是没有什么抵触,只是寂静说让他换一套,那就换一套,之后是寂静一次又一次的更换,寂静似乎每一次都不太满意,寂静似乎没有一点脾气一样,只要寂静提意见,他就去换。 不知道的事情,是寂静把寂静换下来的衣服都包起来了,最后寂静选择了一条灰色的打底裤,黑色的鹅绒长衫,搭配一件绒毛的白色棉袄,下身是一条黑色鹿皮长靴。 寂静的眼神亮了,原本寂静以为会吐死了,现在哪还有这么打扮的了,但寂静喜欢,他就喜欢。 结账走人,两人是一点时间都没浪费,衣服放在后备箱里,上车后寂静才好奇的, 问寂静今天开没开车,寂静小声说车子的倒车影像出了点问题,拿去修了。 寂静没有过多的去问,开车前往妙妙定的吃饭的地方,零下十几度的天,围着灶台吃一顿铁锅炖大鹅,屋子里面热气腾腾,屋子外面寒风潇涩,寂静和寂静刚刚落座,高旅行带着孙雅过来了,一边走一边咒骂着这个多变的鬼天气, 两人下车的一瞬间吓起了冰雹,一点征兆都没有,高旅行落在皱眉道。 我这运气也差了点,你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天气晴朗,这一轮道我就吓起了冰雹,什么玩意。 孙雅对着寂静笑着点了点头,他们俩在公司的职位是平级,同时出现在这里也不意外,寒谦笑着站起身, 成了一碗炖软的粉放在了寂静面前,随后有捞了一块排骨放在高旅行的盘子中,轻笑道。 吃块肉消消气,你小心一会冰雹变成闪电,上午的确玩得挺开心,对吧魏懂? 魏天成呵呵笑道,这你得问问老刘,过来凑热闹输了三万,冤不冤? 刘光明撇嘴讥笑,有钱难买也愿意,怎么? 不服下午,再来几杆,几个大男人一句正事没谈,也没什么正事可以谈的,倒是几个女人相互端起了酒杯, 韩谦见此,转过头看了一眼寂静,后者笑着摇了摇头,放下酒杯后转过伸双手握着韩谦的左手, 眼神中带着几分祈求地看着韩谦,小声要求他能不能不要喝酒。 看着寂静的样子,韩谦轻轻点了点头,笑道,不喝,回去我开车。 女人的话题可以离开包包,口红,但是永远离不开男人,听着几个女人讲述着往事, 女人们酒过三巡比男人放得开一些,他们也在努力地活跃着酒桌的气氛。 更重要的是,四个男人都没有喝酒,刘光明端着饮料对着韩谦眯眼坏笑道, 韩老弟,外面那辆车是小蔡组长的吧? 我可听说蔡组长钟爱跑车,从不外借啊。 韩谦吐出嘴里的骨头,指着刘光明笑骂道, 你这老不正经的,没事总盯着我们年轻人的事情干嘛。 小胡开车,另一辆车回省里开会了,这车子放着也是放着, 你说我喝水就喝水了,你还喝饮料? 刘光明笑道,你们都不喝,我自己喝醉多丢人。 魏天诚推了推眼镜,撇嘴道,你丢人又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话落看向韩谦,认真轻声问道, 韩绍,你和衙门口的关系走得近,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衙门口到底在忙什么? 这一周一个突击检查,我现在也有些头疼, 蔡组长回省里也是因为咱们市的事情。 聊起了正事,刘光明也看向了韩谦, 韩谦见此深吸了一口气,摇头苦笑道, 承紧,这老狐狸也在防着我,内幕我也不太清楚, 只知道现在他想抓替罪羊,早点让我手里掌握的那些东西变成没用的废物, 我不可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,说开了, 就是我交代了也找不到你们几个头上, 他们愿意检查,就让他们检查就行了, 无非就是卫生和消防,这俩咱们没办法, 交点罚款就行了。 话落韩谦,喝了一点水,轻声载道。 至于青虎,我前不久和冠军标, 以及青虎找到了一批枪,是冯伦留下的, 你们别问我怎么找到的,冒有冒到, 数有数到,是秘密, 找到了枪后蔡青虎要回省里报告这件事情, 查一下枪的来源, 我估计啊,买枪的人就是杀了冯志达的人。 说话时,韩谦一直低着头, 看着桌上的骨头,看不到几人的面色, 刘光明听后松了口气, 既然是这样我也就放心了, 魏天成也轻声松了口气, 罚款任教, 哎呀, 我差点忘了一件事, 刘光明你给我说说, 你没事给扫大街的赞助五十万干什么? 你别说你放心了, 我问过了, 市里就没检查过顺城, 你吃毒食。 刘光明呵呵笑道, 这事儿啊, 你得问韩绍, 韩谦无奈耸奸道, 晚了, 再捐钱也没用了, 这个时候谁露头谁死。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,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